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你想知道今期誰最紅、最爆、最真? 逢星期四晚上11點至12點 娛樂一台 Danny師傅聯同飛星成腰今期熱爆的嘉賓名人 上來盡爆心中請 回來最後一節的今期熱爆 我們爆料專線8101-1515是繼續開放的 Bendy師傅 正如剛剛所說 那件事 如我所知 有很多朋友流傳 你聽到些什麼 當中又拍到相片 又拍到片 甚至乎放上網 很多人看過 其實我到現在 我曾經有為這件事去找 但我又看不到 其實我也有找過 也看不到 但我又很奇怪地想 一個錄音室裡面 既然有閉路電視 他們可以有多親戚 我都很有遐想 我懷疑為何會有這種事非出現 其實我唯一可以賴的 我也是覺得是勞師傅衰 為甚麼呢 這麼英俊 引人犯罪 就是女生看到想 嘩 你一句謎 我說不行 你這樣說 即是說他吸引了我 正因為吸引了你 所以令到你 那些女性的魅力又突然散發出來 但其實我覺得 我也是這樣說 上來這裡每次都有這麼多人 在錄音室裡工作 你說有多親戚的照片 多情慾 我想大不了最多是咬耳 給人的感覺 有一點面貼面 可能有這樣的效果 但實際上 我跟大哥 真的清白 我相信 真的是兵媚 不用多 有一點腦筍的人 應該都知道甚麼事 沒錯 因為在錄音室裡可以做些甚麼 秘密一宗 而且說真的 我當初來這裏 YouOnLive 工作 都是因為弟弟 你的邀請 我才上來做的 我發覺大家和盧師傅也都自同道合 不如找他上來支持你 我才叫大哥上來 是 很好給面子的 因為其實為甚麼呢 因師傅上來 一來節目的位置也很高 可以說是我們頭幾甲 幾甲就不要說了 但真的很高 還有一件事 也想不到盧師傅 離開之後的火花這麼大 其實從來沒有人會覺得 茅山 錄音是放得上的 還有醜聞 對 我覺得是匹聞 不是醜聞 很難有人傳 又不要傳誰誰那個那個 沒有人敢傳的 其實Bennie是這樣的 始終我剛才也有說 在神功圈裏面比較保守 我是女人 她是男人 始終一男一女在一起 加上不同的門派 突然間這麼親密 我們去拍攝又在一起 做節目又在一起 時遲也有時見報 又見到我們兩兄妹在一起 會很令別人閒上 不做你做誰 沒錯 不做我做誰 其實還是說一句 因為你現在正在紅 但其實我也知道 還有些時間 也想問兩位 既然一起去弘伯 接下來兩位師傅 有沒有什麼新的搞作呢 有的 大哥 有的 現在我的籌備 會在省港澳 會教多些徒弟 我們現在 祖師爺已經批准了我 可以三天 可以教三天 我們在省山平時都是四十九天 還有現在可以給三天教我 我現在就準備九月份左右 在香港這裡 就會收徒弟 會收多些徒弟 還有我們也會台灣、越南 都會繼續拍一些靈異節目 你知道其實 娛樂圈和神功圈都是這麼多是非的 即世事豈能盡如人意 其實我當初都會對這件事很介懷 因為尤其是現在網上電台 即是有人在一些討論區 或者在一些書房裡說話 是不需要負責任 甚至有你人氣高了 或者多人喜歡了你 有些師傅可能會派一些打手 或者有些人是很刻意去攻擊你 其實我們現在到這個時候 已經是出神入化 我們盲目了 所以甚至你拍的東西 你是盡心盡力去拍回來 他們都說你假的 就算你真是救了人 人家都說你騙人的神君 是妹來的 是的 沒錯 其實我們已經不介意這件事 其實說到這一刻 其實很明顯殷師傅就告訴你們 記住了 你插他 你插他 令到他多點聲音 等於告訴別人 他們是真材實料 還有劉師傅將會在香港受太多徒弟 我相信是一個大眾的福氣 有心去在茅山學習的一班學子 其實除了這些東西之外 接下來也會去不同的地方 去拍攝一些靈異的片段 希望給我們香港人看 這個世界 也真是有很多千奇百怪的事情 是的 其實我們不是好像人們在網上留言 說你這麼無聊 拍攝一些這樣的東西 回來的客人 其實我們是想帶多一些新的資訊 去給你們這些有好奇心 或者對靈異有興趣的人 去知多一點點 原來這個世界上有這樣的東西 或者有些什麼個案 就像我平時把真實的個案放上來 甚至寫書 就是想讓人知道 有這樣的情況出現 讓人知道多一點點 還有我想問 既然劉師傅會在香港收徒 有三天 其實在什麼地方會找到你呢 如果真的想做你學生的朋友 可以在我的網上找到 還有我有電話 會在我的網上 Facebook 因為我現在徒弟已經快足夠200 我大哥就找我來做目標 因為他現在才 你只有200那麼少 為什麼不止 我以為你賺幾千的 快就來 所以大哥就找了我做目標 他現在就只有百多 所以他想追過我 所以他現在努力到 又想在馬拉 又想在大陸 又想在香港 不停地去收徒 希望想過我 所以 其實你們兩個叮噹碼頭 都很難誰過誰過 其實我們也是用來 互相當目標 是的 所以說 殷師傅和盧師傅 除了今晚上來 今期熱爆之外 我相信日後 還有很多機會讓他們熱爆 雖然今天的時間差不多 亦都很感謝盧師傅 阿欣師傅上來我們的節目 跟我們爆了這麼多內幕 亦都證實了 他們兩個都真的很恩愛 最重要 不過是很正面的恩愛 輕盈 我們真的很親密 我們時時都會有一些親戚的鏡頭 遲些 遲些就輪到我跟阿欣師傅有親戚的鏡頭 沒錯 我弟弟又英俊了 到時又找阿欣師傅上來 一起爆一爆 時間差不多了 亦都很感謝兩位師傅上來 跟我們聊聊聊天 以及聊聊近況 我們同樣的時間 我們下星期都一樣有熱爆的嘉賓 究竟是誰呢 我們先問一下關節 但今晚的片段時間 就會放在我們 過一兩天 我們就會在不同的討論區 以及在我們YouOnLive的今期熱爆裡面 就會見到我們兩位師傅的 盡量的面孔 天使的面孔 這樣就會表露在人前 今天時間差不多了 多謝大家 拜拜